龙科多在牢狱打巨型麻将转运,从此走上人生巅峰,犯人竟然是他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作品持续更新中。 龙科多落魄的前半生,随着一副巨型麻将时来运转,龙科多看似在打麻将消磨时光,其实就是一场赌局,这是一个小赌局,但下注很大,最后的一句胡了,暗示着龙科多赌赢了。 龙科多全名叫童家龙科多,他是满族湘黄旗人,在剧情中,他是童国刚的儿子,童国为是他六叔,这个人一出场就是相当英勇,曾经陪同康熙帝争戈尔丹,其作战英勇。 被刺宝刀一把,后来安排到边疆工作,龙科多嫌条件差,逃回了京城,于是一直赴贤在家,最穷的时候,甚至把康熙帝遇刺宝刀都卖了, 后来他一直找六叔龙科多,要么借钱,要么求差事,可是童国为迟迟迟没有给他安排工作,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康熙帝热和狩猎后为止。 为什么早不安排工作,晚不安排工作,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呢,因为朝局发生变化了,变化的不明朗性,导致童国为不得不让自己的侄子龙科多出马,热和发生了八大山庄被围事件。 作为老谋深算的童国为敏锐的捕捉道,太子要被废了,同时受牵连的,自然也有其他的皇子,而皇子被关押,少不了礼藩院的礼刑司,这是一次机会,绝不能放弃。 于是安排了龙科多,去当了一个老头,龙科多虽然一百八十个不愿意,但俗话说得好,有钱男子汉,没钱汉子男,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,整天没事干一打,巨型马奖消遣。 突然狱卒来报告,刚借来一个新关押的,而且要龙科多亲自来安排,龙科多一听就不耐烦,什么犯人还要我亲自安排呢? 没看在赢钱了吗?御族还说了一句,是十三爷,是上书房特意安排的,龙科多立马转变了态度,甚至小跑起来。 在行宫时,康熙命人只给太子和十三爷添加炭火,没有给大阿哥,康熙的微妙的举动,同国为就洞察有不一样的政治,追随康熙几十年,揣摩圣意的功夫,可不是花架子,大阿哥是八爷党的一员, 但其不纯是也有他的小心思,同国为突然意识到,新太子不管是谁,老八的这棵大树彻底没戏了,康熙的新太子人选,要么还是太子印,要么就是四爷。 可是,自己这么多年,一直是支持老八印四的,老八这棵大树要是到了,我童家也彻底完了,那是不管是太子顺利复位,还是老四印针这个冷灶成为黑马,同时家族都必然会遭清算,从此衰落。 同国为想着现在唯一的办法,就是赶快改换门庭,如果是老四义军突起,跟老四都没有交情,同家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。 如果太子印仍能够东山再起,对于同氏家族或许危机还不大,这可把同国为仇着呀。 十三阿哥印祥,是太子一党的人都追随太子谋反。 想想这可是大罪啊,非但没有虐待他,反而说他有情有义,什么原因能康熙高抬轻放,只是将他在礼藩院勘押,老十三虽然忠有,并没有帝王之才。 康熙这是把老十三隔离保护起来,同国为不愧是老狐狸,立刻明白了,康熙目的不言而喻,把十三爷隔离起来,就是怕他一点就着的性格。 给未来的新太子添乱,四爷一直做孤臣,更是出了名的冷面网,而同国为这算盘大的精明,就是想让龙科多押宝,珍惜这次机会,进而攀上这一派的关系。 同国为一直没有给龙科多差事做。 就是因为在保护他,万不得已不会让他太早摊上这夺敌之争这浑水,所以现在他觉得龙科多这个棋子是时候摆上棋盘了,于是就给了他一个礼藩院手间去做个芋头,目的很明显,就是让他借此机会搭十三爷冷灶的县,印象毕竟是皇子。 这个时候遭难也只是暂时的,如果同家帮了他,而老四和老十三是铁哥们,一旦哪天康熙开心,十三爷放出来了,让龙科多去理藩院任职,将来一旦四阿哥印针即位,他就有可能搭上印象这条线,同家照样宠冠新潮了。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,这是一个正确的抉择,八野党倒台之后,同国维威信急剧下降,此时的龙科多一直与八野党划清界限,与同国维又没有明显的交集,这就使得人们误以为龙科多是独立于八野党的局外人,恰逢李藩院事件之后,四野党与龙科多关系日渐亲密,康熙便乘机提拔了龙科多,龙科多并不傻, 他的最后一步走得也十分悠然,完美,没有任何破绽,他与同国维上演了一出大义灭亲的戏码,完全博得了康熙的信任,龙科多拿着任命书,不仅不接任,然而在康熙面前送了同国维最后一程,同国维顺理成章地被罢免,而九门提督也费龙科多莫属,康熙此时需要的是四野党接替八野党, 龙科多正好是一个忠于康熙的绝佳人选,殊不知,同国维与龙科多的完美配合,最终使得同家事在雍正朝也身居高位, 一副巨型麻将,看似削减时光,其实就是精心策划的一场赌局,压宝的赌局,一声糊了,贵人就来了,龙科多搭上十三爷和四爷这条线,就这样扶摇直上, 那么,在雍正登上皇位后,为什么对龙科多痛下杀手? 龙科多在雍正皇帝继位的过程中,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,成为雍正的最有力的助手, 那么我们的雍正皇帝在继位后,也给了龙科多最大的恩宠,他亲切地称呼龙科多为舅舅,也向全天下人宣布, 他是康熙的忠臣,我的功臣,国家的良臣,巨大的荣耀和赏赐,被雍正皇帝赐予了他, 他本来该在这样的鲜花和掌声里,安然度过一生, 不料雍正皇帝对他突然大变态度和做法,不断贬值,直至幽静而亡,龙科多是重盘亲礼, 还是自有取死之道,究其原因,主要在于龙科多鞠躬自傲,善权结党, 以对雍正的皇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,比如,自比诸葛亮, 奏称白帝成寿命之日,即是死期以至之时异语,又称康熙死日, 他曾身带匕首以防不测,这虽是在他快倒台的时候说的, 但难保在平日不会有此类话语流露,还有, 龙科多曾自夸,九门提督权力很大,一生令下就可以聚集两万兵马, 龙科多同年耕摇一样,都对其他官员的任命予以干涉, 称同选和年选,虽然龙科多是正常的途径, 他任吏部尚书,但选官这种事情一向是皇权所为, 你一个臣子居然选起官来了,不仅是善权,而且有结党之罪, 龙科多对雍正的遗迹不是不知,也想自留退路, 于1725年底主动提出辞去部军统领一职, 这一招正中雍正下怀,他早就不想把这个要直留在龙科多手里, 而且准备让与龙科多不慎亲密的拱太来接手这个职位, 以准许龙科多辞去部军统领一职为契机, 雍正开始公开打击龙科多1727年下, 龙科多,图里琛等人被派往边境代表清朝政府就边境问题同俄罗斯举行谈判, 当时,尽管他的地位摇摇欲坠, 但他刻尽职守,仔细进行实地调查, 态度坚决地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大片蒙古土地, 也许他有讨好皇帝的心思, 但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应该值得肯定, 可惜,那时雍正已经完全不信任他, 反倒因为其他问题把他逮捕回京受审, 7月龙科多被逮捕回京后, 其他谈判代表不再坚持强硬立场, 对俄国做了许多让步, 当中俄签订, 不连4期条约时, 俄国的代表认为, 俄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, 龙科多的被召回是原因之一, 而此时的龙科多已经深陷囹羽, 被冠以41项大罪定为死刑, 雍正为了避免给人滥杀功臣的击刺, 所以没有将龙科多处以死刑, 而是在畅春园附近建房圈进, 捐进龙科多的地点颇富异位, 龙科多位籍人陈以此时, 身败名列以此中, 最终龙科多免其政法, 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, 永远禁锢, 其赃款数十万两, 于家产中追捕, 长子月星阿贝革职, 次子玉柱被发往黑龙江当差, 1728年下, 龙科多于忧愤中死去, 而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所演, 在雍正末年, 龙科多联合黄八子等人逼宫, 也就成了无稽之谈, 由于已尊吗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